哈喽 大家好 我是游戏二十九贺词 听说呢 最近也是来了一个新主播 这个主播呢 叫乐生 想必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有的知道他 我也是点进去他的主页 看他发的视频 好家伙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不就是顺居爷的远方表弟吗 咋的 那个顺居爷发视频称自己是顺居创始人 你倒好 你发的视频也是称自己是顺居创始人 来看看你俩人发的视频封面 不知道的小伙伴看到这封面还以为你俩人是双胞胎呢 这个主播乐生完完全全的就是在模仿顺居爷 顺居爷身上的优点你不学坏的你倒是学起来了 称热度 诋毁某些主播 看不起农村人 你倒是全学赖融在你身上了 还有的就是你视频中的台词 全都是照抄人家顺居爷的台词 有意思吗 来上原视频 都给我低调点 我就是玩这个游戏 最牛皮的 最近有很多人想挑战我的神局 那么你就给我坐下 我是全网玩局 最牛皮的主播 哪个主播敢不服 把他给我挨了出来 我去找了单挑 我看他能不能打过我 我的神局 只打包图线 只打战神局 不服的都给我憋着 给我低调点 不服憋着 把顺居爷行的站坐的端 我就是玩这个游戏最牛皮的 我的顺居只打战神局 不服怼我 还有的就是人家顺居爷在视频中诋毁某些主播 你倒好 你也跟着学习来诋毁某些主播了 人家顺居爷在视频中诋毁剑眼 要打m球 二代人 你倒好 他那在视频中诋毁人家韩向白说人家韩向白开科技 打不过你 来上原视频 我知道那个游戏为什么退网了吗 因为他心里知道谁强谁弱 他害怕输给我了 丢面子 怕抢不过我 你们也要关注他吗 现在呢 我就想问几个乐生 模仿圣居爷 学着圣居爷趁热度爽不爽 做一回好人吧 别做那些无良主播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